俄羅斯可能發動網絡攻擊 直谷做好準備 在拜登政府發出警告後 直谷正在為俄羅斯可能發動的網絡攻擊做好準備 根據《Fox》電視台報導 網絡安全專家Ray Rothrock 表示 各企業正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並指出如果仍未制定策略 或著手處理問題的話可能已經太遲 根據《VMware網絡安全策略》主管 Tom Calumann 表示 俄羅斯在過去三個月 已經放出了四款具有破壞性的惡意軟件 而這些惡意軟件可以整壞電腦和檔案 相當於將電腦帶回到中世紀的黑暗時代 直谷正在看著應對網絡罪犯一波又一波的攻擊 微軟和Other正在調查系統是否遭到入侵 而VIDIA上個月也曾進行過類似的調查 聖學西州立大學網絡安全專家Armad Banava表示 身處科技年代網絡攻擊是必然會遇到的事 無論是來自俄羅斯還是其他國家 為此 美國政府已經開始共享消息並發布警示 讓各個企業可以實施自我防衛 但網絡安全專家依然不擔憂 能源、金融等任何行業也會有漏洞 Kalman表示 必須明白日後是無法做到百分百的預防 加密幫不了大家 而防火牆對這類攻擊也起不到作用 重點在於受到攻擊時應該怎樣辦、怎樣應對 日務後備方案 專家採取即時修補所有漏洞 採用雙重認證以及測試備份 而這些建議都適用於個人用戶 Rakrock表示得逞的網絡攻擊 有99%是因為意外或故意點擊 絕對不應該開啟的電子郵件開始 天后維持記者編輯報導